CV曾被認為是國內最強泰拳殺手 爆發力十分的驚人 色閃摔法則是他的殺手鍵 傳聞在一場中泰對抗賽中 一腳將泰國對手踢成了植物人 攻打和對手活力分散的 他就是我國著名的散打高手 李錦楠的恩師 草原膠質外戰之王保利高 1980年出生在內蒙古通寮的保利高 畢業於西安體育學院 蒙古族出生的他打法極其硬朗 重拳重腿都具備頂級殺傷力 和劉海龍兩次交手中打成了一勝一負 可謂是平分秋色 成為與劉海龍等頂級高手 齊名的中國散打代表人物 在巔峰時期對外作戰無一敗計 真正讓他一戰成名的 是在2003年 中國散打隊前往泰國 參加第五屆中泰對抗賽 根據保利高在後來的採訪中回憶 當時剛下飛機之後 泰方就給了不小的壓力和羞辱 泰國人給我們的壓力還挺大 到這個機場嘛 泰方不是借我們嗎 借完了以後 他們說給我們準備了核彈的代價 反正意思是 聽小康咱們的這批來的鬱鬧人 在前四局的比賽中 中國選手 泰國選手打成了2比2平局 作為中國軍團的領軍人物 保利高壓軸出戰決勝最後一局 而保利高當時的對手是有著 北標西王之稱的泰國拳王席提挫 結果 保利高在第一回合出事不力 泰國選手占據足場優勢 三個裁判中有兩位來自泰國 儘管保利高在場面上佔據優勢 但很多有效的得分都並未記點 結果第一局 保利高因為點數竟然輸掉了這個混合 但是在一旁的教練告訴保利高 如果我能KO對手 那麽判點數這場必輸無疑 於是保利高在第二回合時 壹開上就狂轟重拳 試圖在進攻上壓制對手尋找機會 而擅長曼熱打法的泰國選手 根本沒法快速找到節奏 就被保利高給壹技鞭腿擊中 就這樣泰國選手吸氣錯應聲倒地 而當他再次站起來沒多久 保利高又是壹頓點吸之後 接了壹技高邊腿 直接擊中了泰國選手的頭部當巧KO 而此時倒在地上的泰國選手 隨後出現了抽搐的進撞 現場裁判也是立即終止了比賽 泰方工作人員立即將吸氣錯台上擔架送往醫院 至此 保利高以壹場無可爭議的KO成功復仇 成為中泰對抗賽中 KO泰國選手的第一人 為中國三大在中泰對抗賽中壹拳牽持 這場比賽 中國三人隊以3比2的成績 在客場戰勝泰國隊凱拳 可以說是開創了中國功夫對戰泰拳的全新歷史 賽後網路上也有傳聞 保利高將泰拳選手直接踢成了植物人 跟有人說是當場打死 但是根據保利高自己的回憶說 對手則是傷勢比較嚴重 休養了很長很長壹段時間